最近呢我在 Social Media 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投诉这个 Pro Duo 或者 Toyota 的 DCVT 那么 DCVT 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 DCVT 的优点还有缺点 那么在影片的开始之前呢 记得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啊! 目前在马来西亚市场呢搭载这个 DCVT 的车款可以讲是非常的多 Pro Duo 几乎是全线都采用了 DCVT 包括新一代的 ASIA, Myvi, Activa, Elza 等等都采用这个变速箱 至于在 Toyota 那边则是有新一代的 Vios 跟 Veloz 等车款采用这个变速箱 那么为什么会采用这个变速箱呢? 其实这个变速箱是达数所开发的 专门是为了这个 DNGA 平台的车款所打造 目前达数在日本也好在印尼也好 他们的新车全线都采用了这个变速箱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这个变速箱的优点在哪里 这个变速箱跟一般的 CVT 有点不一样 一般的 CVT 它就是钢条或者钢链来驱动整个车子进行前进 但是这个 DCVT 它在后端布置了一个齿轮 可能你会好奇为什么它需要这个齿轮 这是因为当搭载这个 DCVT 变速箱的车款呢 它在行车到高速的时候 它的 RPM 一拉高 那么它就可以自动切换去这个齿轮降低 RPM 给你一个更好的动力表现 然后降低 RPM 也降低油耗 虽然大家都很喜欢吐槽这个变速箱 我必须也跟大家讲一个实话 就是大部分搭载 DCVT 变速箱的车款呢 它的油耗表现其实都很低 就好像 ASEA 这样子 我曾经试过就是 DailyJia 然后上下云顶 它给到我的油耗还是有 14KM Per Liter 这样子的油耗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惊人了 当然除了这个油耗表现降低之外呢 我觉得这个 DCVT 变速箱 跟以前 Toyota 的 CVT 相比呢 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加速表现更快 如果是讲你现在开着这个 3.75 代的 Vios 或者是 Toyota Yaris 的话 你去 feel 一下它的 CVT 有一个很严重的那个我们叫做 rubber 感的感觉 就是你踩了油这个车子不大回去的感觉 这个 DCVT 呢 它的这个动力反应响应就很直接 它的加速表现可以让原本搭载这个 480 或者是旧款 这个 CVT 的车款呢 进步一成 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 我们拿这个 MIRI 做一个参考的例子来 以前搭载 480 的 MIRI 1.5 的版本呢 它的 0-100 加速大概是 11.5 秒左右 甚至有些车到 12 秒 可是呢它在搭载的这个 DCVT 之后呢 它的 0-100 加速表现变成了 10.2 秒 快了 1 秒多 所以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啊 这个 DCVT 对于这个加速的帮助是有多大的 我之前也有曾经驾过这个 MIRI DCVT 从这个 Johor 回来 KL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确实让我还蛮 surprise 一下的 加上它的车子轻 所以其实它真的可以蛮快 另外像是 Artiva Azzia 跟 Elza 我也常开 至于这个动力表现我觉得我是满意的啦 不知道就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当然我讲完了这个优点之后我也要讲一讲缺点啦 要讲的缺点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可承受扭力只有 150 Nm 这个是官方的数据啦 那目前呢搭载这个 DCVT 的车款呢 大部分都不是高马力的车型 有的就是这个 1.0 的自然进气 1.0 的涡轮增压 还有 1.5 的自然进气 它们的这个扭力表现都不会超过 150 最高的应该就是 Artiva 的 140 Nm 但在这个范围下它的使用是安全的 但是像是涡轮车款很多人都会去 Remake 一下 如果你 Remake 超过了这个可承受范围的话 那么你的变速箱很大的可能就会出现损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缺点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缺点就是很多朋友反馈 但是我自己没有遇到的就是它的蹲挫感很明显 那我之前看那个 Social Media 包括我们自己的 Artiva Group 跟这个 Elza Group 还有这个 Azzia Group 很多的朋友都投诉就是讲这一个 DCVT 在低速的时候它的抖动会比较明显 当然就像我刚才讲到的 我自己也蛮常开这个 DCVT 的车款 包括 Vios 然后包括 Artiva 包括 Azzia 等等 目前我暂时是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啦 所以我也是不是很清楚大家所说的抖动是什么情况 所以这个同样的也欢迎大家在影片的下面踊跃论 那么第三个缺点 这个我自己就有遇到 就是这个 DCVT 在高转速的时候它会比较超一些 这个我觉得都是 CVT 的痛病啦 只是这个 DCVT 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可能是为了控制成本的关系 所以这个厂商在这个隔音的部分 就可能进行了一点点的 Cut Cost 所以导致 DCVT 在运作的时候 噪音会比较明显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啦 所以这个就见仁见智看大家能不能够接受咯 不过我觉得这个噪音应该还是比起 这个 Proton 的 Punch TVT 还要好一点 最后一点我要讲到的就是保养啦 通常呢这个 Pro Duo 还是有表示 这个 DCVT 变速箱可能 8万或者是4年就要去进行一个 变速箱有或者是 Filter 的更换啦 但是我个人建议如果你是常用这台车的话 尽量提早一点去更换这个压油 因为呢目前是有一些车主表示 这个他们的 CVT 可能已经出现了损坏 就是因为他们拖到代池才会更换压油 其实这一个情况呢也不只是 DCVT 而已 基本上所有类型的变速箱 包括这个 CVT、DCVT、Dileptic CVT、DCT 甚至是 Auto 都好 如果你常用的话尽量不要拖到代池去更换这个变速箱油 这样的话很可能会让你的变速箱损坏 所以其实这个变速箱油也不会太贵啦 所以大家能够情况允许的话就 尽量早一点去换这个牙油啦 这样子对你也好对你的车子也好 凡是都有两面 对比以前时常一直用 480 的 Prodo 来讲 这一次他们更换了这个 DCVT 对于他们整体的油耗跟动力表现 确实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个是不能否认的事情 我自己开的这个 DCVT 变速箱我自己也蛮协议的 当然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变速箱 所以像是这个比较草等等的问题 确实是会有这个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事情 所以就像我讲的 凡是有两面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但是我相信长久下来呢 这个 DCVT 变速箱也是一直会进行这个油耗跟进改良 以后的 DCVT 应该会更好 所以我们就期待一下之后 Produa Diasu 跟 Toyota 会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啦 那么目前如果我自己个人为这个 DCVT 打分的话 满分十分我会给到它7分 我觉得这个是个综上的成绩啦 也对着其它的价格 那么给你的话你会达到分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内容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 拜拜